大家好,我是Stan ESID成员Honey的未婚妇 也是目前拥有66万订阅的网红精神科医师杨洁文 最近被爆料在自己的医院 一位患者突然离开而引起了争议 而随着事件的全貌被解露后 指责杨洁文和Honey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媒体报道 一名30多岁的患者 在看到出演电视节目的杨洁文院长后 为了治疗减肥药中毒 而住进了由养建翁院长经营的医院 但是在住院17天后 也就是5月27号凌晨4点左右 这位患者因假性肠公主不幸离世了 在遗书和SFS新闻公开的监控中能看到 住在单人病房的A某 于5月26号下午7点左右 因腹痛敲门求救 但医院方面并未进行 适当的医疗处置或转院安排 而是经给他服用了镇静剂 然后将他的手脚和胸部绑在床上 之后大约在两个小时后的 27号凌晨1点30分 A某的身体出现了异常状况 但是医院方面只是解开了他的书博 并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就离开了房间 在A某失去医食后 工作人员测量了他的脉搏 并揉搓他的手脚5分钟后 才开始进行了心肺复述书 由于A某仍未恢复医食 大约20分钟后才使用了处证器 媒体表示 对于一名能够正常沟通的30多岁患者 医院将他强行关在隔离室 并持续忽视的处理方式 引起了更多的疑问 在事发两个多月后的6月29号 养救恩院长发出立场表示 无法掩饰内线的沉通之情 对于已故的患者 急陷入悲痛中的医属们 我真心道歉 针对正在进行的调查 本医院正在全力配合外部机构 包括提供证疗记录 和当时情况的监控资料 然而A某的医属非常愤怒地表示 之前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只是通过律师让我们联络他们 现在媒体报道了 才逼不得已向媒体发表声明 我们在医院前抗议的时候 他们甚至都不屑一顾 另外就是 目前很多网友们也到Honey的IG指责 因为Honey在6月1号 宣布了与养救恩的结婚消息 而这是在患者于5月27号离开后仅4天 很多网友们表示 如果Honey事先知道这起事故 那么在事发4天后宣布结婚的行为 是对患者和遗属的不尽 如果Honey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布婚讯 那么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她需要谨慎考虑一下这个回应 而对此事件 Honey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关于这件事目前不便回答 目前警方接到遗属的控告后 以涉嫌违法医疗法等罪名立案 对养救恩院长和医院的员工们进行调查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说不知道或轻率了 只是说不便回答 这简直就是无事 这真的太过分了吧 她因为夫通肯定非常痛苦 恳求着让她出去 你们真的有脸自称是医生或故事吗 虽然主动坦白自己医院发生过那种事故是很困难的 但至少在上节目讲述结婚幕后故事之前 应该要先向遗属真诚道歉的 这家伙不该去治疗病人的精神疾病 而是要接受精神科治疗吧 如果Honey坚持结婚 真的会让自己的形象跌到谷底 以后无论做什么 评论区都会提起这个事件 你有信心承受这样的压力吗 解除婚姻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事故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院长在处理这起事件时缺乏责任感 还在媒体上露面 这难免让遗属感到愤怒 而且医院的运作系统看起来就有问题 是否应该避开那些 主要在媒体上活动的医生精英的医院呢 Honey真的很令人同情 与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共度一生 他应该仔细考虑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Honey又不是在医院看病 也不是在医院工作 根本不知道情况 而且医生不能泄露病人咨询 这是基本原则 所以他不知道的可能性更大 他们要结婚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阻扰 虽然这个事故令人遗憾 但那又不是Honey的错 有些人真是恶意满满 虽然做错了事就是做错了 但结婚公告不是他们先宣布的吧 记者先闻到风声并发了报道 然后第二天 他们才发表手写信宣布结婚的 我记得是这样 所以对于Honey未婚妇的医疗事故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